大家好,我是CY亮,或者叫LCY,不要叫我689 经过之前的6集,和你做MathDSE MC精华其实就已经完结了,所以... 好了,今次的影片就到这里了,如果你喜欢这影片就记得 comment,like,和share,给你身边和人受到所MZ困业的好朋友 Just kidding 今次叫做旅记篇,即是指一些不在课程范围内,即是勾施 但又可以很有用的技巧,尤其是因为MZ是不用show steps的 所以不管你用什么方法都好,做到答案就可以了 不过,利身,带一下头盔 如果大卷用旅记,是会有失分的风险的 因为就算你的步骤真的在数学上是对确 MARKER也有可能会因为看不明白你的步骤而不给分 以前也听过有学生用C-First Theorem去做Jointment proof 也有听过用First Debuted Test去做Palabra的Maximum Point 而结果呢... 所以如果大卷想用这些旅记的话,就自己承担风险啦 好,今天影片比较长的,事不宜迟,我们立即去片 Go! 在这里讲一讲,关于Sector 的一条art length和area之间关系的公式 如果有一个Sector,它的radius是R,然后它的art length是S Sector 的area就可以用一条很简单的颜色,就是二分之一RS 用这条颜色的好处就是可以避免找中间这角的FETA 第十九条,它就给了Sector 的radius是2cm 然后art length是3pi,就问个area 这里我可以直接用Sector,art length和area之间的关系 就是area等于二分之一RS 所以就是二分之一R就是radius,然后S就是art length 所以答案就是二分之二,即是三pi,所以答案是boi 在这里讲一讲,frustom volume 的公式 如果它上面的base area是a1,而下面base area是a2 而且这个frustom的高度是h的话,它的volume 可以用以下这条颜色来计算的,就是三分之一H 然后就是a1,再加a1乘a2,开方,再加a2 而dse最常见的frustom就是circularfrustom 如果它上面的base radius是世界R,下面的radius是世界R 而整个frustom的高度也是h 而整个frustom的高度也是h 那么我们的volume就可以根据上面条颜色 就是三分之一H 然后是上面的area,即是piR2 然后就是两个area相成的开方,即是piR2 然后下面的area就是piR2 那么我们再简化一下它的话,就可以变成piR2 然后里面就会有两个pi,两个小R2,两个大R2 开方便会变成piR2 然后再加后面是piR2 那么你发觉这个pi可以抽出来的,所以就是三分之一的piH 然后就是r2,再加rR,再加r2 这个就是circularfrustom的william色 不过在用这条色的时候,有一件事要留意的 就是这个高就是frustom的高 而不是填尖后的高度 所以我们平时做SIMILUS SOLID 会填尖尖给它总高度 但这个H 只是疯尖的高度 所以不需要填尖尖 第45条 这是疯尖Volium的题目 它提供了Upper Radius, Lower Radius和高度 所以我可以直接用疯尖Volium的公式 就是三分一πh 然后就是上面Radius的二次方 再上面Radius,下面Radius 再下面Radius的二次方 这样就可以直接计算 然后那三和三个组 里面就只是1加2加4 所以就是7π 所以答案是DOT 那这条呢 位置是Thrustom 就是height and base radius oh right circular cone 就是12和9 所以如果你填尖尖 到底这条 height就是12 然后就是radius 然后就是9 然后height of the thrustom 也就是8 这条是问Volium 你發覺現在只欠了上面的radius,所以我只需要計算一下 然後計算radius也是一如以往,下面是8,所以上面只剩下12-8是4 所以是4 over 12,即是高 over高,就等於r over 9,r是3 然後你發覺夠了之後就可以用這個formula,就是3分1的h,這個h是frustom的高,所以是8 然後就是pi,然後就是r3,r3,r2,1個小,1個大,1個大,1個大 然後就不用想了,直接按了,pi不用按了,所以就是8 over 3 那裡面就做了一個括號給他,就是33歸9,3927,9981,就直接出答案就是312pi 在這裡講一講一條在xy coordinates 裡面,計算distance from point to line 的一條formula 有一條strait line equation,就是ax加by加c等於0 然後在外面有一點就是pq 即是說如果在草圖裡面可能是這樣 那strait line 可能是ax加by加c等於0 然後在外面有一點就是pq 那麼distance 即是指由 point 拉直角到距離,這個distance d 這個d就有一條色可以做的,就是一個分數 上面的分子就是把 point pq 代到顏色裡面,再加一個absolute value 即是說absolute value代到pq,所以ap加bq加c 留意這個equation本身一定要是general form,即是另一邊是0 而外面這個absolute value,意思是無論你代到正還是負也好,就把它變回正就可以了 然後份母就是a²加b² 即是說把x和y的coefficient抽出來,好像pq那樣做square 這條就是一個formula for distance from point to line 舉個例子,例如我們有一條strait line 就是3x加4y減12等於0 然後另外有個point是5,7 那草圖就是,那條直線呢 如果你代用y等於0,就算到x intercept是4 然後y intercept代用x等於0,就會算到y是3 所以y intercept是3 那條直線大概是這樣 然後另外那個point是5,7 大概是在這個位置 我想找就是distance from 5,7 to這個strait line,這個d 那我就可以直接用那條色了 那就是d等於一個absolute value 然後代用5,7 即是3乘5 再加4乘7 減12 over 好像一個pifat的3 square加4 square 那這個呢,就會是15加28 即是43 再減12 即是31 absolute之後都是31 因為整數 而分母3 square加4 square 開方就是5 所以就可以知道答案是6.2 同樣的例子,我們換另一個point做一做吧 例如,我們換一換個point 今次就不用5,7 那我們用另一個point 例如-4,-9 如果根據位置,-4,-9 就可能應該遠一點 是這裡的 同樣的,我想找的是distance from point to straight line 再加4乘9 再減12 然後分母呢 就是3 square加4 square 那這個呢 再計的話呢 就會是-12 再減36 即是-48 再減12 所以就是-60 但是是absolute value來的 所以我們待會要把它照成正數 然後分母是5 那所以呢 即是60 over 5 即是12 用normal form就很快計算到 用normal form就代替3,1 就除了這個 就很快計算到 所以我也是用cheat 36加5加1,28 除了13 13 多 接著呢就是41 今次看到呢 也有一個concent K 不過K今次是一個circle 而這條strict line是知道的 X加Y加4就是0 大概就是這樣 Center就是-13 大概就是這裏 然後呢 Strict line 即Y等於-x-4 所以它是-slope和-y-intercept 所以應該大概就是這樣 -y-intercept slope是-1 但是這個radius是不知道的 因為這個radius 你會發現是1加9-k 來的這個radius 那就不是很清楚的 我將這個-13 Center 因為如果它是intercept at only one point 即是tangent 即是碰住 所以那個圈應該大概是這樣的 所以我想找這個距離 就是radius 那我就可以match到這個了 所以我就用這個formula 我就-1加3加4 代了下去 然後呢 就把它over 這是1square加1square 我發現這個就是7-1 即是6 6 over開方2 這個6 over開方2 就等於我們剛才這個radius 因為它是touch 所以這個就是10-k 兩邊square 即是36 over2 等於10-k 所以就是18 等於10-k 所以k就是-8 所以就boid了 這裏想說一說 Distance between point and line formula 的一個用法 不過很可惜 這條因為 parta有一個hands的關係 就不用得這條formula 但因為這條formula很簡潔 就可以有答案的關係 你可以用來做一個check答案 這個題目就是 它說有一個circle center 是82 然後radius是r 而l就是一條直線的equation 就是給了你 不過有一個unknone k 它就說 l is a tangent to c 所以這個草圖大概就是這樣 8-2大概就是這裡 然後這個circle 不過radius是未知的 所以隨便畫著 然後那個l的tan 就是這樣 radius是r 所以由r 直接去到l的距離 這個字也是r 所以我們可以用distance from point to line formula r就會是 absolute value 然後把general form equation 代入82 即是k 8-5 2 就是-21 over 下面就是a² 加b² 即是k二次方 再加-5 二次方 而題目問的是r² 我把它一起square square了 上面分子就是 8k-31 的square 因為absolute value 正還是負 Square 也是一樣的 下面 就是k² 加25 雖然這條 因爲hands的緣故 不可以用這條方法 但是你可以用幾短的時間 就可以有一個答案出來 幫你再做之後下面的部分 我們來講一講一個方法 是用來找angle between two planes 即是好像在圖中顯示 右邊紅色的這塊面 左邊黃色的這塊面 以及下面綠色的這塊面 三個面匯聚成一個point a 這個位置 如果在紅色那塊面 有一個角 alpha 黃色那塊面 有一個角 beta 而綠色那邊 有一個角 gamma 我們只要知道 alpha、beta和gamma 就可以找到 紅色和黃色兩塊面之間的角 即是在圖中 我在紅色和黃色中間的 Line of Intersection 選一點point d 然後把兩條直角線 這兩條直角線之間的角 就是angle between two planes 我們是有一個方法 可以直接計算到這個 根據剛才在Georgia 的圖 如果右邊那塊面 有一隻角 alpha 左邊那塊面有一隻角 beta 然後底下那塊面 有一隻角 gamma 只要知道這三隻角 就可以計算到 紅色和黃色面 之間的角的 是有一個方法 的角色 就是cos beta 是等於cos gamma 減cos alpha cos beta 然後再整個 over sin alpha sin beta 用這條色 我們就可以直接 按到cos beta 也就是 beta 出來 作為一個簡單的例子 如果下面這裡 有一個regular tetrahedron 即是說它是一個正四面體 所有的面 全部都是等邊三角形 所以我們就可以知道 alpha beta gamma 全部都是60度 所以如果我們想找 例如是這一塊 和這一塊之間的夾角 如果正常 平時我們就會拉回直角線出來 拉回直角線出來 拉回直角線出來 然後這隻feta 但現在我們有方法 就不用這樣了 如果我直接叫一隻feta cos theta 就會等於cos gamma 即是下面那隻 所以就是cos 60度 然後再減cos alpha cos beta 全部都是60度 所以我只要這樣 換回60度就算了 然後份母就是sin alpha sin beta 然後再換回數字 這個60度就是2分1 然後cos 60度 全部都是2分1 所以4分1 然後下面份母就是 開方3 over 2 開方3 over 2 所以最後會計到 4分之1 over這個3 over 4 即是等於3分之1 所以這個feta就是 part cos的1 分之1 作為一個例子 我想說一說這條 這條 它就給了一個parallelogram AB是60 然後ABD是20度 然後BAD是120度 part A就叫你找AD 所以這個簡單用sign formula 就可以了 我們就從略了 然後part B就會把這個平衡四邊形 沿著中間BD的對角線摺 摺起來之後 它也給了AD的距離是40 在B1那裡就想問你 Angle ABC 即是這個角 而因為在part A 那裡AB是給了的 然後BC也是可以找到的 因為BC就是等於AD 所以Figure B那裡 AB和BC都是知道的 所以就知道三條邊 就可以找到這條角了 而找到這條角之後 最後part B2是想找的 Angle between plane ABD and plane BCD 即是說ABD就是前面這塊 而BCD就是底下這塊 所以我們就可以用 Angle between two planes的顏色 而Angle ABD 即是等於上面這個20度 所以是知道的 而Angle DBC 即是底下這塊 就是這個Angle DBC 所以也可以算到 因為這個可以使用 Interior Angle 所以 有了這隻 這隻 和這隻 有了這三塊 面匯聚成 Point B的這隻角之後 我們就可以用 Angle between two planes 的方法 來幫我們計算到 想要的角 過程 我就重略了 如果你說我怕 用一些歐斯的方法 然後 然後 再用平時做的方法 就可以了 結束了 今集的旅記篇 和你做Math DSE Compact 就真真正正正正式完結了 因為今年我已經一次過 將一二年至一九年的DSE 題目都整理過 所以未來短期內 應該都未會再補充了 反而可能我們會做多些 挑戰類型的東西 當然還有一件事想問問大家 就是大家除了在這個頻道 看到數學的東西之外 還有什麼題材或形式的影片想看呢? 歡迎在下面留言說 好了 今次的影片就到這裏了 如果你喜歡這影片 記得comment like 和share 給你身邊的朋友 受到所有MZ困藥的好朋友 記得在影片的畫面 按這個位置 來訂閱我這個頻道 按下鈴鐺 就可以獲得所有直播和新的通知 有緣再見 拜拜 還有ступ 裏面的影片 我們在影片中